欢迎收看波胎的YouTube频道 我是阿Wing 最近日本东京爆发一场严重的资源体肺炎疫情 根据东京都政府的数据 目前感染的人数已经连续两个星期创新高 在截至9月29日的一个星期内 东京每间医疗机构就平均接到接近三个新患者 是过往高峰期的三至四倍 更加是自99年有统计以来的新高 而且大部分都是小朋友 有诊所更加发现 部分病例对抗生素产生了抗药性 增加治疗的难度 令人非常担心 有网民就表示 资源体肺炎是一种细菌性传染病 严重的话更加可能需要住院治疗 甚至引发脑炎 亦有新闻指出 目前是没有任何疫苗可以预防这种疾病 究竟什么是资源体肺炎呢 如果不幸受到感染 情况会是怎样呢 又有些什么方法可以有效预防这个病呢 今集帮你问专家 我们请来报态的首席医务总监 Jacky来和我们谈谈 Hello Jackie Hello 大家好 我上网看有人称资源体肺炎 为非典型肺炎 其实什么是典型肺炎 什么是非典型肺炎呢 典型肺炎又叫做入侵性肺炎 它是有一系列的细菌 进入肺后引发一系列的炎症 很多时会有大量的聋制造出来 会令到我们很不舒服 入院的机会率高 亦是令到我们死亡的机会率比较高 是一个危险的病 但非典型肺炎就有少少不同了 就是有另一类的细菌或者病毒 它进入我们的肺里面 它一样会有一个炎症出来 但我们的临床症状不会那么不舒服 所以这班患者 很多时会继续走得 纯粹觉得有少少不舒服 我们英文有个Term叫Walking pneumonia 就是这个意思 亦因为它不是一般肺炎的临床症状 我们平时就叫它这一类的病 叫做非典型肺炎 而资源体会引致非典型肺炎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那些非典型肺炎 香港人应该都会有点害怕 因为当年的SARS和COVID-19 都被称呼为非典型肺炎 想问这个资源体肺炎 其实是不是同一样 它们三个都同样是非典型肺炎 它们进入我们的肺炎 製造那个炎症之后 我们一般的临床症状 和一般入侵性肺炎有分别 所以它们全部都是非典型肺炎 如果几种都是非典型肺炎 我应该现在要开始买口罩了 因为也很严重 最严重的其实是典型肺炎 但是典型肺炎有一个特征 就是它的传染性不是十分之高 所以比较少会在社区大爆发 但是问题现在非典型肺炎 我们值得关注的原因 是因为它的严重性 就是刚才说的入院或死亡率 都是比起典型肺炎低 但是它的传染性 往往是比典型肺炎为高 SARS我们当时最担心的原因 因为它的传染性 我们全香港可以几百万人染上 就算是万中有一个 是因为这样而过生 其实最后对我们的影响都会很大 资源体的感染性和死亡率 都是没有SARS那么值得关注 所以如果你问我 我们需不需要因为这个资源体 而好像SARS那么担心 我觉得是绝对不需要的 这个资源体肺炎 我们怎样可以知道自己中了 中了之后又有什么症状 还有怎样可以好 如果医生怀疑你中了这个资源体肺炎 其实是可以验血 就很准确地找到 其实你有没有患上了这个资源体肺炎 至于病征 其实一般大概有一至三个星期的潜伏期 在这段时间 大部分的患者可以是完全没有症状的 潜伏期过了之后 它可能开始有些清微的症状出现了 可能是肝咳 有点周身不舒服 食欲减退 接着可能会有点低消 严重咳嗽 胸痛 头痛 这些全部都可以是 资源体肺炎的病征 至于治疗方法 其实医生是有抗生素 很有效地治疗资源体的 除了抗生素之外 医生是可以有其他辅助药物 去帮你减缓症状 至于康复的时间 其实一般患者 可能在疗程结束之后 几个星期 其实已经可以完全复完 我们看回这个新闻报道 其实在东京那边的诊所 就表示 每六至七位的患者 就会出现一位对抗生素有抗药性 那怎么办呢 不如我跟大家讲一下 究竟抗药性有多普遍 其实一般研究显示 在亚洲 抗药性大概是50%至90% 如果有抗药性 其实会令到病情恶化 或者医治时间久了一点 那怎么办呢 医生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帮我们医 如果是有抗药性的话 其实医生是有第二些抗生素 是比较强的 是可以照样医治 这些有抗药性的资源体案例 如果想避开这个资源体肺炎的话 其实这个日本有什么地方 是比较安全 有什么地方比较危险呢 那我自己就快来到日本了 所以我也有留意新闻 根据报道 东京都和其佛 就是全国最危险的地区 而其次 就是京都 大阪 和北海道 而比较安全的地区 就是九州和沖城 明白了 其实不同的地方的卫生程度 都和香港有分别 所以去旅行感染到病毒 是很有可能发生的 病菌我们虽然避免不了 但是我们可以为自己 和家人准备充足的医疗保障 好像保胎的自愿医保 它的保障范围是全球适用的 就算你在外地 不小心感染到病毒 要入医院 它都可以cover到全球医院的住院费用 为你提供足够的保障 而且就算你想入医院 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处理 保胎的自愿医保 还有24小时国际紧急支援热线 让你可以安心地找个人求救 有了这些保障 你和家人就可以安心点去旅行 不用整天担心 在外地如果不舒服的话怎么办 想知道多点详情 可以scan这个QR Code 用我们的优惠码 还可以有限时折扣 按进去了解一下